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我们今天来到了小米总部 小米今天下午两点钟 要发布一个全新的技术 就是我面前的无线充电技术 这一次小米将无线充电功率 提升到了40W 之前小米在几代发布会上 都已经发布了20W的无线充电 然后有30W的无线充电 小米10pro刚刚首发的时候 支持的是30W无线充电 它不会完全没有提次 但是我们看今天 小米已经把这个技术 真正的做出来的 现在我手里拿的 其实是小米的 30W无线快充的充电器 这个本身是一个风冷的 因为在无线充电的时候 会散发大量的热 这一次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 就是将这枚30W的无线快充 变成了一个40W 同时大家看 我手里这款 你看着好像是小米10pro 但它其实也是一个改装版 就是它首先将它的电池容量 从4500mAh降到了4000mAh 我推测 应该是为了保证 这个散热能够更好地进行 将它的充电功率 从30W的无线充电 提升到了40W 根据小米官方自己吹 说20分钟能充到57% 40分钟能充到8% 我们今天就在这实际测试看一看 看看到底能多快 为了给大家测试的更真切一些 这里我们有一个关门测功率的表 这个Z 是一个老熟人的牌子 现在我这个手里的小米10pro改装版 它的电量 大家看一下 是2% 然后我们先不轻易往那个充电器上放 防止一般快速充满了 我先拿我手里这个小米10pro来看一看 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他们说呢 这次这个40W的无线快充 它本身是向下兼容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40W还没有正式量产 如果正式量产的时候 你买这个40W的无线快充 它其实是向下兼容 小米10pro的30W以及小米9pro的那个20W无线充电的 好了那我们现在准备用一台小米10 这是标准版的小米10来给它计时 然后呢 改装版的小米10 我们准备测试 一二三 走你 哎呦 开始了 充电标志上好像跟正常版还没有什么进行 哦 改了 叫Charge Turbo 好了一分钟 一分钟现在是4% 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功率 在这个位置 充电功率呢 这一次我们拿的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输入充电器的功率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40W左右 44 现在偶尔能跳到44 根据小米官方给我们的数据呢 就是他们这个40W快充呢 其实是充到手机端是40W 就是它输入到充电器端的最高 应该能达到44W左右 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损耗之后 还能达到40W的一个快充 大家看啊 现在到三分钟了 三分钟刚才从2%的电量充到了10% 我们看看这马上11%了 刚才小米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这个充电显示是他们特意改的 就是为了拍摄比较方便 所以说我们拍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无线充电 在无线充电的过程中 屏幕一直是亮着的 如果啊 如果这个屏幕是熄灭的 可能它充电速度还会更快一些 现在充五分钟了 五分钟充到了15% 我们是从2%开始充的 也就是五分钟大概充进去了 13%的电量 然后呢 我比较好奇的一个点就是 无线充电之前 其他的厂商遇到的最大一个问题 就是发热嘛 所以说我们看到 小米这次 它的这个无线充电器 也是特别做了一个风冷 我其实想摸一下 对吧 用我的侧温手来摸一下 它这个发热控制到底怎么样 这块明显能感觉到出风 这个位置 它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很凉 这个位置很凉 机器呢 我摸一下机器 机器也很凉 也不能叫很凉吧 就是不热 温温乎乎的 细屏 回到那个炫酷的 无线充电页面 哎呀 它不亮了 为了那个动画 我们重新来接一下 开始 好继续了 我们看啊 现在右边这个计时器 马上就到10分钟了 10分钟 我们刚才是从2%开始冲的 现在冲到30%了 大家注意看啊 马上就要15分钟了 现在改装版的小米10pro 已经冲入了45% 46%的烈量 我们是从2%开始冲的 也就是说 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 它冲入了44% 这是无线充电的同学们 这个速度有点快 15分钟 冲入 电量44% 严格意证 可以说45%吧 然后就看看 在剩余的5分钟时间里 它要挑战10%的电量 看看能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16分钟 49% 还有8%的电量要冲啊 17分钟 17分钟 现在是52% 还有5%的电量要冲啊 感觉有可能要超额完成任务 18分钟 18分钟刚刚好过了 它这边是55%的电量 57了 18分47秒的时候 达到57了 这傻伙 一个手机无线充电 给我整的热血沸腾 那么现在就来看一看 在20分钟的时候 它能够 能不能充到60啊 我比较好奇 能不能充到60 因为它还有 不到一分 一分钟 一分钟的时间吧 58到了 58到了 我看这个充电 怎么好像看股票一样 倒计是40秒了 倒计是30秒 能不能 59了 在19分30秒的时候 达到59了 15 14 13 12 11 10 9 8 哦 在还差8秒的时候 到达了60% 官方给我们的数据呢 是20分钟 充入电量57% 但是我在这啊 就这么做了20分钟 我没玩手机 我实测 这20分钟 充入电量是60% 这是无线充电 同学 无线充电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能早上起来 手机本来要没电了 你把这手机就放在这 无线充电 8 往那100 然后去洗漱 洗脸刷牙 20分钟之后 60% 是从零开始 能充到60% 基本上 我自己使用小米10 Pro 基本上能够帮助你 度过一天的时间了 这个速度很快 然后呢 因为他们说40分钟 才充入100% 我们就不接下来测试40分钟 我也回去剪片子 一会儿给大家展示这个技术 本来说充20分钟就走的 没想到这小米盛情难去 说要请吃披萨 于是我们决定又留着20分钟 看看给大家充满 我们后来这个电量测试 还在持续的进行 现在是充到27分47秒的时候 是79% 不知道什么时候 27分50秒的时候 充入电量80% 30分钟还有20秒 我估计30分钟应该能充到85% 对吧 好了 现在我们看啊 充了36分钟 马上到37分钟 已经充到了99% 但是我们看到很有可能 现在充电的预期速度 要比官方给我们的数据 还要快一些 好了 100% 我们没记着是4啊 大概是37分10秒左右的时候 这个改装版的小米10% 现在充了百分之百的电量 我们现在给它打开看一看啊 在这 现在电量是百分百 然后手机就是正常可以使用手机 温度呢 现在应该是比体温高一点吧 大概是389度 我感觉应该不算是很热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大家可以关注同学数码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